这部堪称中国最大尺度的电影 除了让人折舌的激情戏外 其他地方你真的看懂了吗 故事发生在抗战时期 广州沦陷之后 为了躲避战乱 女大学生王家之跟随学校一起迁往香港 在迁徙途中 她对英俊的少年邝玉敏一见钟情 邝玉敏是个才华横溢的爱国青年 她正在准备一场抗战题材的话剧 想要为抗战募捐 还邀请王家之一起参加 王家之同意了心上人的邀约 从未演过戏的王家之 凭借天赋和真挚的情感 在舞台上发挥十分出色 赢得了台下热烈的掌声 话剧社的人也因此大手鼓舞 因为这次交集 王家之和邝玉敏的关系亲近了不少 两人之间也变得有些暧昧 然而比起儿女清长 邝玉敏的爱国之心更为迫切和热烈 这次演出的成功 让他不再满足于只是演戏 他想为国家真正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不久之后 他从一个同江曹副官那里得到一个消息 王精卫的德里布江乙先生 此时正躲在香港 邝玉敏觉得这是个机会 杀掉一个汉奸 远比单纯激起人们的爱国热情有用多了 他决定依靠曹副官的交情接近乙先生 在找机会次上 话剧社的一行人一致同意了这个决定 半杀小组很快展开了行动 他们趁着暑假租下了一栋二层别墅 还安排了彼此扮演的角色 同学欧阳假扮成商业大后麦先生 王家制作扮演他的夫人麦太太 然而这到底不是在舞台上演戏 稍有不慎可能就会掉脑袋 他们先是见到了乙先生的太太 首次实战的欧阳显得十分紧张 好在扮演麦太太的王家制 凭借自然的演技迅速圆了场 王家制本身家境不错 凭借温婉大方端庄秀丽的形象 以及出众的谈吐气质 王家制很快赢得了乙太太的好感 之后的日子 乙太太开始邀请王家制 和其他几个夫太太一起打麻将 王家制的排机很长 经常输给几位太太 最重要的是 他很少有机会接触于先生 乙先生的身边总是为了一大圈守卫 根本没有靠近他的机会 眼看暑假快要结束 暗杀计划却迟迟没能完成 同学们的开销越来越大 他们第一次爆发了争吵 看来此傻乙先生要尽快提上日程了 在一个下雨天事情迎来了转机 王家制第一次和乙先生有了正面接触 虽然只是短短的几秒钟 乙先生命吓人送王家制回去 随后又急匆匆地往外赶去 王家制明白 乙先生已终于注意到自己了 出门不久后 乙先生突然舍了回来 说是与太太改了约 他还很罕见地在牌桌上坐下 王家制借着给乙太太推荐裁缝店的机会 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 乙太太却笑着提醒到 他已经有了王家制的联系方式 这当然是故意留给乙先生的 乙先生心理神会 趁着吃糕点的机会 悄悄记下了那串数字 不久之后 乙先生果然打来了电话 他邀请王家制陪他去做衣服 王家制正好有一件旗袍刚刚改好 他换上之后本想再换回来 乙先生却用霸道且不容拒绝的口气 让他继续穿着 语气俨然将王家制当成了自己的女人 之后他还请王家制吃饭 饭桌上 乙先生不停试探王家制 虽然王家制对答如流 但还是露出了一些马脚 他想引导乙先生陪自己去看电影 好让同伴们有机会下手 然而乙先生紧披心很强 他说自己不喜欢黑的地方 但他对王家制明显产生了兴趣 两人的关系开始变得暧昧 而一场情欲与理智的角逐 也才刚刚开始 这天乙先生送王家制回家 屋内的队友们得知后 准备好枪支严阵以待 然而乙先生十分谨慎 只是将王家制送到门口并没有进去 王家制明白乙先生已经上钩了 要想接下来实施刺杀行动 他就不得不当乙先生的情妇 然而王家制还是个未经人士的少女 这样是会穿帮的 而这个问题 刺杀小组的其他队友已经商量好了 他们决定让唯一一个有经验的男同学 和王家制来练习一下 看到邝玉明低头表示默许的样子 王家制感到有些失望 喝下一杯酒后 他怀着复杂的性情 完成了之后的几次练习 就在王家制做出如此大的牺牲后 乙太太却突然打来电话 说他和乙先生要回上海了 王家制强忍震惊力挽留 然而乙太太和乙先生已经到了机场 根本没有挽回的余地 计划彻底失败 一伙人都有些垂脱丧气 就在他们准备搬走的时候 之前帮他们接近乙先生的曹副官 突然闯了进来 他发现了几人的真实目的 想要勒索钱财 几人情急之下 合力杀死了曹副官 而这件事也暂且落下帷幕 转眼三年过去 王家制回到上海继续读书 他的生活恢复了平静 此时的中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百姓们流离世所苦不堪言 王家制即便对周围的一切心声怜悯 可保全自己已是十分艰难了 让他意想不到的是 时隔三年他再次见到了邝玉民 如今邝玉民已经加入了重庆特务组织 他希望王家制能够继续扮演麦太太 完成当年没能完成的暗杀任务 王家制有一片刻还是同意了 随后邝玉民将他带去建组织里的上司老吴 老吴给了王家制一枚毒药 让他暴露身份后自尽 还给了他一把墙用于防身 并且承诺任务完成后 会送王家制前往英国留学 王家制将一封信交给了老吴 让他帮忙挤给逃亡到英国的父亲 然而在王家制走后 老吴直接将那封信销毁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专业训练 王家制又一次恢复了麦太太的身份 他重新回到一家 还找借口在以先生家赞助下来 久别重逢之后 以先生的眼神里充满了不易察觉的欣喜 曾经那段还没来得及发酵的情愫再次被撩拨 某天餐桌上 王家制假装无意说自己下午要去看电影 以先生立马心理神会 他专门派司机送王家制 司机却悄悄递给了王家制一个信封 上面是一个房间号码 王家制到达时 以先生已经在房间里等他了 以先生像审视猎物一般凝望着王家制 他像是对待女特务一般 对王家制进行了送身 随后又粗暴地与他发生了关系 曾经也有女特务想接近他 但最终都被他杀掉了 事后以先生抽了一根烟 看起来若有所思 在之后的牌桌上 王家制透露自己要回香港了 以先生却没有任何反应 第二天便去了南京开会 可很快他就折返回来了 王家制正在收拾行李 看见以先生回来 王家制显得有些恼怒和委屈 面对以先生轻柔而霸道的论 王家制变得有些迷离 心里的某个部位一直被撩拨 他变得分不清现实还是演戏 内心那个巨大的空洞 被眼前这个男人渐渐填满 缠绵过后两人的关系再度升温 王家制渐渐迷失了方向 他在等候猎物的同时 没想到自己竟也成了隆重之物 这是梁朝伟牺牲最大的电影 为了演好一先生这个角色 他报受二十斤 拍摄过程中更是坚决不用替身 七分钟的动作吸引声声拍了二十多天 事后梁朝伟大病异常 康伟也激进崩溃时生痛哭 就让我们一起看看 这部耗尽所有人心血的电影 究竟讲了什么吧 在电影院王家制再次见到了邝玉民 邝玉民说 他们被端掉了很多地下窝点 他嘱咐王家制 别再去那几个旧的联络站 王家制的眼神变得有些躲闪 因为此时此刻 他发现自己竟然开始担心 起义先生的安慰 他问邝玉民什么时候行动 邝玉民却没有明确地回答 王家制不知是该高兴还是该失落 之后一连几天 王家制都没有见到义先生 某天夜里 他忍不住来到书房找义先生 义先生正在焚烧文件 他突然变得有些警惕 随即他故意向王家制透露 自己刚刚端掉了几个窝点 王家制知道义先生是在试探自己 不只是在表演 还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 他突然间变得有些背弃和伤感 看着王家制难过的样子 以先生的态度突然温和下来 将他轻轻揽入怀中安抚 还说明朗要带他去一个好地方 但临走时 他又恢复了冷酷的模样 警告王家制以后不许来书房 第二天晚上 义先生将王家制带到了一处公寓 那晚 他们的交流更加深入 义先生终于开始慢慢放下了戒备 事后王家制找到地下佐治的领导老吴 请求下一步计划 他怕再这样下去 自己会彻底爱上义先生 然而老吴却想要王家制多次探点情报回来 王家制情绪有些崩溃 他要暗杀的敌人 此刻却像是一样缓缓趴进了他的心 他就快要招架不住自己的心 义先生对王家制的态度转变许多 第二天 他甚至带王家制来到了日本人的地盘 在包厢里义先生突然有些动情 他对王家制说 鬼子杀人如马 其实心里比谁都害怕 这话其实也是在说他自己 王家制躺在义先生怀里 眼神里满是柔情 他为义先生唱了一首歌谣 随后轻柔地抓住义先生的手意识安慰 一向冷酷的义先生 尽情不自禁落下泪来 这天分开的时候 义先生递给王家制一个信封 让他按照上面的地址去找一个人 王家制以为自己又一次被怀疑了 于是连忙报告了组织 第二天 他按照地址找到了一家珠宝店 原来义先生不过是想要为他选一枚戒指 担心自己选的王家制不喜欢 便让他自己来选 王家制的心有些动容 他选了一个鸽子蛋 随后还是走进咖啡厅之后了旷渔民等人 和义先生一起去去戒指那天 义先生在车上紧紧牵住王家制的手 还搂着他的腰缓缓穿过人群 仿佛再向全世界宣布这是我的女人 而此时暗杀组织已经埋伏在四周 王家制戴上戒指 义先生深情望着他 王家制一时百感交集 一直以来努力建造的新墙彻底崩膛 他激进颤抖着对义先生说 义先生愣了一下 眼神里的温情闪过一丝一火 随即他瞬间明白过了 转身迅速下楼钻进了车内 后来义先生的手下抓住了参与暗杀行动的人 他这才得知了王家制的真实身份 一伙大学生共六人 无一例外全部被强杀 那天晚上 义先生走进王家制住过的房间 静静地坐了很久很久 这是李安导演2007年上映的作品 改编自张爱玲的同名小说 相信这部电影很多人都不陌生 这部电影准确说来无关历史也无关政治 讲述的无非是两个有着抵对身份的男女 又互相怀疑到渐渐卸下心房 再到彻底爱上对方的故事 人到底不是冷冰冰的机器 没办法完全控制自己的内心与情感 哪怕冷静深沉如意先生 也会在爱里渐渐迷失 他是典型的政治动物 对待敌人心狠手辣 然而越是外表冷酷的人 其实内心越是脆弱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他和王家制是一样渴望被爱的人 所以即便他早就怀疑王家制 最终感性还是代替了理性 他才会因此一次次放过王家制 王家制何尝不是如此 被家人抛弃孤苦无疑 在城市之中宛弱扶贫和孤魂夜鬼 被同学利用 被心上人当作工具接近敌人 是宜先生霸道却不是柔情的爱拖住了他 在王家制这样一个 极度渴望被爱的小女人的世界里 什么国恨家仇民族大义 或许都不及一个踏踏实实的拥抱 一个真真实实可以触碰到的人 来得更踏实更有安全感 爱情就像毒药 尤其对一个身陷其中的女人来说 行刑之前 王家制的表情是有些释然的 或许他并不后悔救了宜先生 女人有时候确实很傻 尤其是陷入爱河的女人 正所谓真一假是假一真 无为有处有还无 在王家制与先生的爱情中 有几分真情几分虚假 或许连他们自己也未必说得清吧